在深邃的灵魂之海中 有些人被选中 成为了天选之人 他们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内在觉醒 这不仅是心灵的转变 更是灵魂的呼唤 当这种觉醒发生时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他们开始感知到了一种 超越语言和肢体的沟通方式 这种能力 让他们能感受到他人内在的情感波动 和细腻的思想变化 就像是开启了一扇心的门 让他们走进了别人的内心世界 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超能力 而是一种深层的人类共鸣 每一个微妙的情绪 每一次心灵的波动 都在无言中传递着深远的意义 对天选之人来说 这种觉醒往往伴随着生命中的转折点 也许是一次意外的遭遇 也许是一段深刻的情感体验 或者是一次灵魂深处的自我对话 无论是什么形式 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们觉醒的催化剂 这种觉醒并非仅仅是 对他人内心的感知那么简单 它让天选之人能够突破物质世界的限制 触及到更加纯粹 更加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在这种连接中没有伪装 没有隔阂 只有最纯粹的理解和同情 这是一种美妙的能力 因为它基于最深刻的人性之爱 你可能会问 这样的觉醒是怎样的体验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一个房间 即使没有人说话 你也能感受到房间内 每个人的情感状态 喜悦 悲伤 焦虑 宁静这些情感 就像是一种无形的语言 被你清晰地读懂 这让天选之人在人际关系中 拥有了非凡的洞察力 和深刻的同理心 但这种能力并不总是轻松的 感知到他人深藏的痛苦和挣扎 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重担 然而 正是这种深刻的共鸣 让天选之人有了帮助他人 疗愈彼此伤痕的能力 透过这种深层的连接 他们能够在无言中提供支持 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 第二 非物质实体的感知 想象一下 在这个物质主导的世界里 有些特殊的人能够感知到 那些我们普通人 无法触及的存在 他们被称为天选之人 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 让他们能够与非物质实体 如灵魂或守护神灵进行沟通 这不仅仅是一种通灵的能力 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感知 一种连接到了 另一个维度的能力 这种感知能力 不是用五官可以感受到的 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 从灵魂深处感受到的 有时候 这些天选之人 能够接收到一些讯息 这些讯息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这可能是来自于未来的预言 也可能是对过去 某些未解之谜的解读 这些讯息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毫无意义 但对于天选之人来说 他们是引导他们行动的重要指南 想一想 如果你能够得知 某些未来的事件 或者能够解读 过去的某些谜团 这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天选之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也是独特的 他们不需要言语 也不需要任何物理介质 他们的沟通 是透过心灵的直接交流 这种交流方式 比任何语言都要直接 都要深刻 这让他们能够 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清晰地接收和传递信息 而且这种能力 不仅限于与灵魂的沟通 他们还能够感知到 守护神灵的存在 这些守护神灵 可能是古老信仰中的神器 也可能是 自然界中的力量化身 这种感知能力 使天选之人 能够获得这些 守护神灵的保护和指引 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谈论这些 非物质实体时 我们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 和不确定性的领域 但对于那些 能够感知到这些存在的 天选之人来说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 这个宇宙比我们所认知的 要大得多 也要复杂得多 透过了解天选之人的 故事和经历 我们不仅仅是拓展了 对世界的认知 更是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可能性 第三 内在本质的洞察 了解自己和他人 本就是一场深刻而迷人的旅程 在这个旅途中 有些人被赋予了一种 特殊的能力 让他们能够透视人的内心 这些天选之人 他们就像是拥有特殊镜头的摄影师 能够捕捉到人类灵魂的纯粹画面 他们看到的 不是表面的华丽外溢 而是内心深处的真实光辉 当世界充斥着表面的交流和浅薄的关系时 天选之人却能够触及那些被忽略的深层联系 他们的存在 庞扶是一股清流 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 还有更深的情感和理解可以探索 通过他们的眼睛 我们得以看到 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这种能力 让天选之人成为了人际关系中的桥梁 他们能够感知到人们之间未言之语 理解那些未被言喻的痛苦和期望 在他们的帮助下 许多深层次的误解和冲突得以化解 因为他们能够找到通往人心深处的道路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都能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否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 更加深刻地理解彼此呢 天选之人提醒我们 真正的理解和沟通远远超出了言语所能达到的范围 他们的存在 不仅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更是为了启示我们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这种联系 建立在理解和接纳每一个人独特的内在本质之上 当我们开始探索这条道路时 我们不仅会更加理解他人 也会更加理解自己 天选之人的旅程 启发住我们每一个人去挖掘自己和他人的内在深度 他们教会我们 每一次深入的理解和真诚的交流 都是我们灵魂成长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真正的看见彼此 如何建立一种基于深层理解和共鸣的联系 所以当你下次与人交流时 试着去感受对方的内心世界 而不仅仅是听他们的言语 让我们向天选之人学习 用心去感受 用心去理解 第四 治疗和转化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些似乎无法逾越的心灵障碍 这些障碍可能源泽于童年的创伤 或是成年后的失败和遗憾 但是有一群人 被称为天选之人 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与灵魂深层连接 开启心灵的深度治疗之门 想象一下 一个充满了长期情感创伤和心理障碍的心灵 如何能找到平静和解脱 天选之人就像是一道光 照亮了黑暗中迷失的灵魂 指引他们走向光明 他们不仅帮助人们释放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 还引导他们进行个人的转化 这种转化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 它影响住个人的每一面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天选之人透过深度的同理心和强烈的知觉 与他人建立起了无以言表的联系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能够抚平最深的创伤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更需要信任 那些经历了天选之人治疗的人 往往会发现自己不仅仅是痊愈了过去的创伤 更是开始拥抱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他们学会了爱自己 尊重自己 并以一种更加正面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 这种转变 这种从内到外的重生 是不是听起来就令人心动 天选之人的力量 不仅仅在于他们能够提供治疗 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激发出每个人内在的潜能 他们让我们相信 无论过去有多么的痛苦和艰难 我们都有能力走出阴影 迎接崭新的生活 每一个被治疗和转化的故事 都是一个灵魂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旅程 这些故事满载着希望 鼓舞着每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 告诉他们 转变是可能的 疗愈是可达成的 天选之人就像是生命中的导师 他们用自己的精力和智慧 帮助我们解开心灵的枷锁 释放我们真正的潜力 第五 灵魂旅程的引导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 总会有那么一些独特的人物 他们仿佛被天命中选定 来引导我们发掘生命的更深意义 他们就是那些在我们迷失方向时 伸出元首的天选之人 这些灵魂的导师 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 家人 有时甚至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陌生人 他们拥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能透过深刻的灵魂对话 触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梦想 通过这种对话 我们开始理解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这些天选之人助我们一臂之力 指引我们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 他们教会我们如何聆听内心的互换 鼓励我们勇于面对生命中的挑战 追求那些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事物 这种引导不仅是一种帮助 更是一种启发 让我们学会如何自我引导 在生活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中找到方向 他们的存在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 引领我们走出黑暗 朝向光明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却强大的事实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潜能 这些天选之人 他们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解锁这些潜能 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完整 更加真实的自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通过他们的引导 我们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如何倾听那些深藏在内心的声音 这些声音引领我们走向自我发现之路 这样的旅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 让我们的成长和转变变得意义非凡 每当我们觉得迷失 这些天选之人就在那里 提醒我们 我们的内心拥有导航的罗盘 指引我们前行 他们的引导方式多种多样 有时是一段对话 一次深刻的灵魂探索 或是一次生命中的重要转折 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 更有勇气去追寻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那些能够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事物 第六 超越物质的智慧分享 在探索智慧的旅途中 有些人走得更远 他们似乎能直接与宇宙的心跳同步 洞察生命的奥秘 这群人 未认为是拥有灵魂感知能力的天选者 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奇迹 更是一份责任 他们的智慧 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也不是透过常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 这是一种来自于深层次的连接 一种与生命本质共鸣的能力 这些天选之人 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使命 那就是分享 不仅仅是分享知识 更是分享对于生命 对于宇宙 对于人类存在 更深层次的理解 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 艺术 写作 公开演说 每一种形式都是他们智慧的延伸 当他们创作艺术作品时 不仅是将颜料涂抹在画布上 而是在用灵魂与我们沟通 每一笔 每一画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引领我们超越物质世界的界限 在他们的文字中 我们能感受到灵魂的力量 那些深刻的观点和洞察力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出动 通过公开演说 他们的声音成为了智慧的载体 每一个词句都充满能量 幻想我们内在的潜能 他们与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对宇宙的敬畏 这些天选之人 他们教会我们如何用心灵去感知世界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超越物质的意义 他们的分享让我们明白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 每一个存在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通过他们的引导 我们开始学会如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如何在繁忙和压力之中找到平静和和谐 这种智慧的分享是无私的 它源于对整个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 他们不求回报 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些天选之人 他们的每一次分享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提升 透过他们的智慧 我们得以一窥宇宙的奥秘 理解生命的真谛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